相較於富邦金控 今年前三季 每股大賺了6.38元 不但獲利跟EPS都居金控之冠 總資產跟淨值也雙雙創下歷史新高 真的是不錯的成績單 但是中信金海外據點頻頻踩到地雷 海外獲利大減之下 今年前三季只賺了1.8元 獲利跟去年同期1.92元 來得遜色很多 大局拓展海外業務 是中信金營運的重要方向 但是卻在新加坡和印尼踩到了地雷 反變成大局提裂呆帳 許多人都在問 中信金你到底怎麼了 歡迎收看Today大頭家 我是阮木華 中信金近期股價 雖然略見起色 但是直到11月底 仍然跟今年出的22塊之上的價位 是下跌了有一成之多 看到台積電的股價創歷史新高 就連連電都創下18年的股價新高 讓許多中信金的小股東感到很氣餒 中信金股東人數超過50萬人 有許多純股族的長期支持者 但是中信金今年 除了股價不怎麼爭氣之外 前三季繳出的財報成績單 也頗令股東失望 前三季稅後存益是361.26億 年減了5.4% 結果我們攤開財報一看 原來中信金的問題出在中國信託銀行 而今年前三季合併的稅後存益 214.55億 竟然是年減了14.9%之多 還好整體金控 有台灣人壽前三季合併的稅後存益 增加了14.4% 達到了159.08億 來補這個破洞 否則這個成績單應該會更難看 由於台灣本地銀行業的競爭很激烈 再加上利差空間是越來越小 近幾年來各家金控 沒有不積極往海外去拓展業務 拓展財源的 中信金當然不弱人厚了 向來在拓展海外業務上跑在前面 但是不是太過積極而衝過頭了 導致海外的放款頻頻踩到地雷 使得今年海外的獲利佔比 從過去的三成大降到不到兩成 而讓股東看到財報直搖頭 中信營海外據點今年總共有三大雷區 包括新加坡、東京跟印尼 其中新加坡踩到新隆岸是最傷的 新隆集團大大有名 有新加坡油王的稱號 但是在今年4月宣告了破產 一共積欠了23家銀行 38億美金的借款 其中中信營踩到了28億台幣的雷 新隆集團的創辦人林恩強 是新加坡著名的華僑商人 是新加坡有名的油王 一手掌控了新加坡油品的大生意 但是他卻敗在新冠疫情 衝擊了全世界的油市之下 居然繞得個破產收攤 倒霉的各家銀行 誰也料不到 個人財富净值達到15億美金 新加坡富豪榜上排名 第18名的林恩強 會縮倒就倒 中信金也只能苦吞了這個島賬 除了新隆岸外 印尼最大的手機通訊設備廠 Typhoon Mobile Indonesia 這家公司也因為財務周轉失靈 出現了繳席不正常的情況 在連帶按11家參貸的銀行之中 台灣方面的銀行就佔了8家 參貸金額呢 17億台幣也全數打了水漂了 那無獨有偶的 中信營也踩到了 再來就是日本 中信營旗下的明日之星 東京之星子航 也踩到了日本不動產的地雷 東京之星是中信營在2014年收購的 當時創下的日本銀行業 首次被外國銀行詬病的例子 中信營原本是想經由東京之星的詬病 進入到日本房地產市場 但是看起來負利率下的日本地產 這個生意也不是這麼好經營的吧 中信營目前在台灣有150家分行 有110處海外的分支機構 他自我標榜為台灣最國際化的金融機構了 打國際杯 一直是台灣金融業的願望 但從中信金的例子來看 國際賽也是得步步為營的 至於中信金的股東 雖然看到第三季的財報已經有起色了 但是總寄望第四季能更好 多補一些上半年的洞 使得明年的配息不會太差 投資金融股不就寄望吸收的穩定 跟富利的效果嗎 至於說股價價差 那就別想太多了 請您看完之後 按讚分享加訂閱 也請您趕快去訂閱 Light Today的官方帳號 這樣每天重要新聞 以及我們的節目 就能推送到您的手機裡去了 如果你錯過我們今天節目的播出 也沒有關係 您只要到Light Today的理財欄欄目 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影片 Today大頭家 天天帶您掌握最新的金融賣動 與財經趨勢 我是阮木華 我們明天見